在上一集,王立群先生讲到,立羁因为政治幼稚,再加上王夫人从旁山峰点火,最终是叛景帝做出贬斥立羁废掉立太子的决定。 而根据史记梁孝王世家的记载,立太子被废后,斗太后马上跳了出,要为自己的小儿子梁王刘武争夺储君之名。 这个时候,潘景帝利用朝义的机会,让大使们出面,说服斗太后,放弃这个打算。 梁王刘武争夺储君之位,就这样失败,那么梁王刘武会就此罢休吗? 而皇室子刘治,在一开始并不占据优势的情况下,为什么能从竞争中脱颖而出,最终成为景帝朝真正的太子? 敬请关注王立群独始记,汉武帝旨,继位太子。 上一集我们讲到,汉景帝在景帝前七年,废掉太子刘荣以后, 洞太后第二次发力,提出来要让梁王刘武,截替储君之位。 这等于说是给汉武帝,汉景帝第二次出了个难题。 汉景帝怎么来破解这个难题的呢? 你可以回忆一下,汉景帝在未立太子之前,他先说传位给梁王。 等梁王一立大功,他再不提了,马上立他的皇长子。 等皇长子一废,窦太后再次提出来,他交给大臣们去说。 然后他也不解释,让大臣们去说服窦太后,窦太后在道理上就觉得不能这样做。 这样做,后患极大。 所以梁王就基本上被排除了。 当然,这个排除是在窦太后那个地方被排除了。 而且这个事情,汉景帝做的是不显山不漏水。 他们又反对啊,他同意啊,是大臣们不同意啊。 但是实际上,大臣们的幕后主持人,那个幕后指挥,那个幕后的手,就是汉景帝。 他首先要排除梁王。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汉景帝为什么一直在阻挡梁王去做出军? 为什么? 一个是亲情。 窦太后想立他的儿子,汉景帝何尝不想立自己的儿子? 再一点,组织。 汉朝的组织是父子相传。 第三个原因,梁王的交恒。 梁王由于窦太后的支持,窦太后的赏词,所以梁王虽然封在梁国做一个诸侯国的国君, 但是他的出入,他那些仪仗,完全抵造天子的仪仗。 所以汉景帝听了以后很不高兴啊。 这三个原因,亲情,组织,还有他的交恒,都导致汉景帝不可能传位给梁王。 当然,窦太后的第二次发力,又被汉景帝给化解了。 根据史记《魏姬侯列传》的记载,窦太后在一次家宴中, 曾经提出立梁王为储君的建议。 这是窦太后为梁王争夺储君之位的第一次发力,但没有成功。 关于这件事情,王立群先生在上一集储君之政中已经讲过。 而王立群先生在刚才的讲述中,又提到窦太后趁着汉景帝废掉立太子吴隆, 储君人选暂时空缺的机会第二次发力,再次为梁王争夺储君之位。 但又一次失败了。 那么梁王会因此放弃储君之位的争夺吗? 他下一步的连错会是什么呢? 这一次发力被化解以后,梁王心里非常不服。 他就派人去打听,谁坏了我的事。 后来一打听远昂和朝中的一帮大臣坏了他的事。 结果,梁王是真大胆的。 他派刺客进京, 把远昂和参加朝议的十几位大臣全部刺杀。 你作为一个诸侯国的国君, 因为没有立你为储君, 你竟然敢派刺客进京, 把大臣给杀了。 这件事情当时是惊动了整个朝野的一件大事情。 一个国家的大臣一夜之间都被杀了。 这还了得, 汉景帝就下令立即追查。 而且汉景帝马上就意识到, 这个幕后的主使人很可能就是谁呢? 就是他那个小弟弟刘武, 梁王刘武。 而且派人, 立即派人到梁国去调查, 果然不错。 查来的结果, 抓住人呢, 抓住人最后一追查, 就是梁王手下两个最信任的人, 他们干的事。 而且当中央政府的人到梁国去逮捕这两个人的时候, 这两个人竟然藏在了梁孝王的王宫里边, 不出来。 当然中央政府不能到王宫里直接去逮捕他们了。 所以汉景帝这时候就发诏书, 发了很多啊, 一天一个诏书, 要严查凶手。 最后, 又是韩安国亲自出面, 去给梁王刘武讲了一番话。 这韩国这样说, 他说大王你想一想, 他说你和当今天子的关系, 和当今天子和那个被废掉的临江王刘荣, 就是原来那个废太子, 黄长子, 哪个关系近? 那不用问啊, 他们是父子关系肯定比我近啊。 对啊, 你明白他们的关系那么近, 就是因为刘荣的母亲说错了一句话, 他的太子被废, 废为临江王。 为什么? 这是因为历来朝廷办事, 是不能够阴私费功的。 现在是太后保着你啊, 如果太后百年之后, 你依靠谁? 这么一来, 梁孝王这么一听, 大惊失色, 这才同意交出凶手。 这两个人一听说, 梁王要交出他们来, 这两个人就自杀了。 然后梁孝王亲自进京, 赴京请罪, 化解了这场危机。 所以这个除君之争, 一直到这个时候, 才算画上了一个句号。 这个梁王是夺, 夺不过来, 然后名字就抢, 抢也抢不过来, 最后到杀大臣。 其实梁王这次就是死罪啊, 结果还是看着窦太后的面上, 没有杀他。 所以, 这个梁王待了一段就回去了, 回去心情很不好, 过了没有多长时间, 他就中暑死了。 司马迁在史记梁孝王世家中记载, 梁王派刺客, 刺杀了反对立他为储君的大臣。 这是景帝朝的一件大事。 这件事追查的结果, 是梁王刘武失去了争夺储君之位的资格。 他心情异略, 不久中暑死去。 这样, 有能力竞争储君的人, 就只剩下王夫人的儿子, 黄十子刘志了。 于是, 在公元前一百五十年, 汉景帝立王夫人为皇后, 把王夫人的儿子刘志改名为刘彻, 立为太子。 那么, 我们就有了一对疑问, 刘彻四岁被封为焦东王, 七岁就被立为太子。 这么小的孩子, 他不能左右自己的命名, 那么, 在景帝朝的储君之争中, 他为什么最终会胜出呢? 广告之后, 请继续关注王立群独始记, 汉武帝之继位太子。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瞎讲韩蓝幕。 辛苦了, 今天我请大伙喝酒, 喝好酒, 上来! 珍藏实将, 承戴天下, 中国扣子教。 珍藏实将, 中国扣子教。 带鼠妈妈, 有个代代, 代代为了保护乖乖。 澳洲澳优, 澳洲优质如品, 澳洲澳优质如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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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减水和面, 冷鲜肉做主料, 用心细节精致生活, 三拳状元奖 情细精神 我心永恒 周大生主宝 一统天下酒夜 提示您接下来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君者独山 雄士天下 谭孝间四海兵府 一统天下 盛世中国 经典商务永久 他是慈禧亲自选定的妃子 然而他却遭到了慈禧羞辱性的惩罚 他是光绪帝最宠爱的妃子 然而光绪帝却无能为力保护他 他究竟犯了什么错 这个错是否与光绪帝之间的情感有关 哈尔滨师范大学隋立军教授将为您讲述 清朝历史上一次前所未闻的恭维事件 惩罚真非 通过王立群先生的讲述 我们知道 梁王派刺客刺杀大臣事件被追查后 他心情抑郁 很快中暑死了 因此事实上储君之争的人选 就只剩下王夫人的儿子 黄十四刘智了 根据史记孝景本记记载 在公元前150年 汉景帝立王夫人为皇后 把王夫人的儿子刘智改名为刘彻 立为太子 刘彻被立为太子的时候只有七岁 这么小的年龄 他实际上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 那么在景帝朝的储君之胜中 为什么最终胜出的是他呢 那么我们前面讲了五个女人的角逐 讲到梁王失败为止 算基本告一个段落 下面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讲的这个过程中间 没有仔细的梳理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说 黄十四刘彻既不是嫡长嫡子 又不是长子 他为什么能够继位 这我们要追溯一下 这几个人的情况 我们一个一个的讲 我们先看一看那个伯皇后 这个人是汉景帝的祖母 伯太后 指婚给他指的指定的 伯皇后看来很明显是个悲剧人物 她这个悲剧的有两个原因 第一 这个伯皇后不具备 笼络 汉景帝的客观条件和主观能力 两个方面都不具备 两个方面都不具备 你不要小看那个王夫人啊 我们前面介绍过 王夫人是嫁到金王孙家 然后又给人家强行离婚 生了一个孩子 又过来了 但是她具备 但是她具备 得宠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 这个伯皇后 虽然是正宫娘娘 但是她不具备这个 笼络汉景帝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 就是她能力比较弱 客观条件也不太好 她只不过是有一个豪族目 所以她做了这个皇后 这是她的一个悲剧的原因 另一个原因呢 就是她的后台的支持力度不高 她的后台是个伯太后 这个老太后能活多长时间 汉景帝前二年 这个伯太后就去世了 所以她只是依靠伯太后的支持 而这个伯太后的支持 时间是非常短暂的 这个伯太后是汉景帝的祖母 她老奶奶 老奶奶能活多长时间 一旦归西 这个支持力度就没有了 这是个悲剧人物 但这个人 在皇十子刘彻继位的问题上 你别看这个人 不齐啊 她的存在 阻止了立即 在儿子被立为太子的同时 被立为皇后 她阻止了 因为在立太子的时候 伯皇后并没有被废 包括是景帝前六年被废 立太子是景帝前四年 所以立皇长子刘荣为太子 没有立即为皇后 是因为还有一个伯皇后存在 虽然她是早晚要被废的一个人 但是她占一天味儿 她不疼这个味儿 别人就顶不上去 所以她的存在 所以她的存在客观上阻止了立即和她的太子同时被被策立 只策立的太子没有策立皇后 由于她阻止了立即 在儿子被封为太子的时候 自己被封为皇后 她就给王夫人赢得了两年宝贵的时间 那么这两年的时间 等于说 王夫人可以利用这个时间 去笼络长公主 可以做好多工作 如果不是伯皇后的存在 立太子被封为太子的时候 立即同时被封为皇后 当然可以将来把他们母子同时废 但是你同时既废皇后又废太子 比那个只废一个太子难度要大得多 所以伯皇后在皇室子继位的途中 还是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她就站着味儿 就起作用了 就发挥作用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人 王志 王夫人 王夫人的评价 我们可以借用 京剧沙迦邦的一句台词 这个女人不寻常 她是个非常了不得的女人 她在皇室子继位的途中 可以说她有四步棋都走对了 而且非常关键 这四步棋 第一步 遵从母命 她妈 桑儿 叫她给亲王孙离婚 她就毅然决然的离婚 也不要自己的丈夫了 也不要自己的女儿了 至于将来能混 混这个什么样子 一概不知道 她就毅然决然的给亲王孙 拜拜 分手了 然后 她就承担着很大的风险 到太子宫中去了 这一步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第二步 博得宠爱 得宠不得宠 我们看看她的孩子 你就明白了 那个博皇后 是一个孩子没有生 无子 只是个现象 无宠 才是本质 你看看 这个王智进入宫中 生的是一龙三凤 生了四个孩子 她那个妹妹 王逆徐进来 更厉害 生了四个儿子 她姊妹两个人 进到汉景帝 这个做太子的宫中以后 为汉景帝 生了八个孩子 这说明 她姐妹两个人 都具备 笼络汉景帝的客观条件 当然还 这个汉景帝 他这个 这个几个妃子 他这个妃平 比较奇怪 就是得宠的 都是能三个四个的生 不得宠的是一个也不生 那个就说明 汉景帝对他冲 这个得宠这些妃子 他是经常在一起生活的 所以他能连续生 第三 巧抓靠山 王夫人 更了不得的就是 凭借着她的敏锐 她发现 长公主刘嫖 是个极其有用的人 她就死死的抓住了刘嫖 这个不得了啊 这个第一 需要有眼力 你得看出来 谁将来最能为你办事 第二 你还能贴得上 让人家心甘情愿 为你办事 所以她发现了刘嫖 而且利用了刘嫖 这一点 是王夫人得以成功 非常关键的一步 第四步 自我炒作 这个王志这个人很会炒作 我们前面介绍过 他生刘彻的时候 他竟然说了句什么话呢 梦日入怀 就是在他怀孕的期间 他梦见一个太阳 吞到肚子里边呢 生下来就是刘彻 这按我们今天营销学的角度来看 这叫包装啊 这叫炒作 包装给炒作 当时 汉景帝就说 死贵正业 这是一个非常 这个贵重的一个象征 当时没有起作用 但是后来 后来这个包装给炒作 就发挥作用了 当汉景帝越来越讨厌利吉的时候 他就不时的想到那个 梦日入怀的王夫人 可见那个炒作 那个包装 当时没起作用 几年以后还在起作用 你想想 进入太子宫中那么多女人 谁又没有想起来炒作自己 就这个王智 自己炒自己啊 没有借助媒体 是吧 他自己又给自己炒作起来了 说明王智这个人非常聪明 他这四步棋 你看 遵从母命 博得宠爱 巧抓靠山 自我炒作 这四步 为他的成功 为刘智的 这个继位 都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所以我们说 这个女人不寻常 在景帝朝太子之位的争夺中 伯皇后和王夫人 他们一个是独义 一个是有心 都起到了 对利吉和利太子独立 对皇十字刘智 有利的作用 而根据史记 外籍世家的记载 在汉朝的宫廷中 能对汉景帝产生影响的 除了伯皇后和王夫人 还有利吉 长公主 窦太后等 他们在皇十字刘智 最终被策立为太子的过程中 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广告之后 请继续关注 王力群独史记 汉武帝之 继位太子 您现在收看的是 百家讲韩栏目 宝宝优秀 妈妈成就 三路优家奶粉 特别添加一生园 DHA 独特智库配方 让宝宝健康成长 更优秀 三路优家奶粉 妈 我们现在已经出发了 那你路上小心点啊 好好好 我们出了到家 出了到家 那快点开啊 喂 我这就上车了 快来 喂 妈 就他你来 放大信用信号 传递团圆消息 中国移动通信 如果能有你们和我一起唱 这歌声加倍的嘹嘹 我的声音 我的念慈安琵琶糖 听MP3 普通电池不耐用 投入就像无底洞 南福电池 底部有聚能环 锁住六倍电量 六倍耐用 才是金银之转 南福电池 步步高外语通 课程同步学 考点全掌握 外语通天下 成绩步步高 步步高外语通 9288 教育伴随终生 科学改变生活 文化影响世界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 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 独家代理 一部史家绝唱 一曲无韵离桑 它是二十四史之手 它是一部百科全书 记录了中华民族 近三千年的历史跨掘 2007年 王力群 一位研读史记四十年的学者 将从一代帝王汉武帝入手 用人物讲述历史 以故事展现人性 每周六周日 带您一起读史记 百家讲坛 心情奉献系列节目 王力群读史记 敬请关注 在前面的讲述中 王力群现上告诉我们 国皇后在皇后之位备废之前 她的存在阻止了立即被立为皇后 而王夫人更是储金几率 想要出人头地 所以国皇后和王夫人 他们在景帝朝太子之位的争夺中 都起到了对皇十子留置有利 对立即和立太子独立的作用 那么立即 长公主 窦太后等人 他们在皇十子最终被策立为太子的过程中 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下面我们再说说那个立即 立即绝不是个坏女人 立即缺少的不是人性 立即缺少的是智慧 立即这个人并不坏 直肠子 井帝脱骨的为什么发怒啊 他发怒的原因其实很简单 你平时宠这个宠那个 宠了一大堆 等到你不忠了 你要断气的 你叫他叫我去照顾他们 我不干 他是个直肠子 其实的这种人并不坏 但这种人不适合在复杂的 宫廷斗争中间应对自如 所以他缺少的是智慧 但并不缺乏人性 这个人在皇十子继位的度中间 他起了什么作用呢 两点 两个作用 第一 他的存在转移了窦太后的注意力 窦太后想立他的小儿子做储君 把注意力都钉在立即 给皇长子刘荣的身上了 没有注意到这个王夫人 是个潜在的竞争对手 转移了窦太后的注意力 第二 由于他的愚蠢和不理智 他给王夫人的胜抽 提供了一个机会 如果他足够的理智 如果他足够的聪明 没有王夫人的心 王夫人再不寻常 没机会了 由于他的不理智和不聪慧 给了人家的机会 第四 长公主刘朴 这个人在皇十子胜出的过程中间 起了什么作用呢 我们先看看刘朴这个人 刘朴这个人要叫我来概括的话 这个人性格中间 用一个字就可以概括了 这个人的性格就是贪 第一 贪宠 第二 贪贵 什么叫贪宠呢 他已经是长公主 已经是当今皇上的亲姐姐 他还不断的向他弟弟推荐美女 为什么 讨他弟弟的喜欢呢 博得他弟弟的宠爱呀 博得当今皇帝的宠爱 这叫贪宠 再一个 贪贵 你想想 你那么一个长公主 他之所以给王夫人联手 他之所以立即闹翻 都是为了一个原因 为了什么 为了自己的女儿 成阿娇 将来能够做上皇后 已经是够贵的了 还想更贵 作为一个女人 不能贵为天子 起码贵为皇后吧 这个人最大的 性格上最大的特点 就是贪 贪宠 贪贵 他起了两个作用 他在黄石子刘彻的圣证论 他起了这么两个作用 第一 他种下了汉景帝 对立即怨恨的种子 这个怎么讲的呢 因为他不断的给汉景帝面前 说立即的坏话 不断的讲立即的坏话 其实汉景帝是听进去了一半 又一半没有听进去 但是最终还是听进去了 这个种下来 什么时候开花结果呢 就是我们上一集讲到的 等到大臣们要立即为皇后 这个种子就一下子 一分钟就开花结果了 所以他起的第一个作用 就是这个作用 第二个作用 他为王夫人给刘志出了大力 可以说出了大力了 当然 他这个出大力有他的私心 因为只要刘志当上太子 他的女儿将来就是皇后 所以他甘愿出力 他这个出力 是王志做不到的 你比如说 就拿这个诋毁立即这件事来说 长公主说是恰如其分 汉景帝一点都不会责怪 反过来 如果是王夫人三天两头 跑到领导那去告立即的状 你想想那个领导对 王志是个什么看法 所以王夫人直接向汉景帝 告立即的状 是最蠢最笨的方法 因为他这样做 很可能使得其反 汉景帝也是个很多疑的人 那么你诋毁他 是不是你想去而带着呢 这都是很现成的 马上就会想到的 但是由于长公主去告状 王夫人就洗刷得干干净净 与他毫不相干 实际上 长公主充当了王夫人的代言人 所以他起了这么一个作用 所以王夫人 他最后能够胜出 而刘志由黄十子一月成为黄太子 他们母子两个的胜出 其实都和长公主刘嫖 关系十分之大 所以在刘车的胜出这个问题中间 刘嫖发挥了两个重要的作用 这是第四个人 通过王立群先生的讲述 我们知道 景帝朝太子之辈的最终决立 和皇后 王夫人 李姬 长公主 这四个女人都发挥了作用 而他们发挥的作用 还都对黄十子刘志有利 根据史记外籍世家的记者 景帝朝还有另一个很有诠释的女人 窦太后 那么 他在黄十子刘志继位的问题上 起到了什么意义的作用呢 对这件事情 王立群先生又是怎样分析的呢 第五个人物 窦太后 我们先说说对窦太后的评价 我刚才对刘嫖的评价就一个字 贪 对窦太后的评价 这个人不但贪婪 而且霸道 他的大儿子当皇帝了 他还让小儿子也当皇帝 从而言之让他的儿子都当皇帝 你说贪婪不贪婪 一个当娘的 有一个儿子当皇帝就足够了 你要有十个八个儿子怎么办 来着个儿都轮一个变 不可能的事情啊 这个做母亲做到这个程度上 要让自己的儿子挨着变 都来过把皇帝引 太贪婪了 这一点给长公主一个样 他们不愧是母女两个 再一点 霸道 霸道到什么程度呢 他竟然 几次发力 卫立太子之前的发力 废了太子以后的又发力 两次公开提出来 要废除祖制 立幼子刘武为储君的继承人 当然他这个霸道和他的地位有关系 他是皇太后啊 所以而且这个人还特别爱管事 这个汉朝的这些太后呢 这个好多太后都是特别喜欢干政 从吕后一后 薄皇后 窦太后 这窦太后特别厉害 我们下面还会讲到这个人 不断的干政的事情 窦太后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蠢 窦太后蠢在什么地方呢 窦太后蠢在 他不知道 他的小儿子刘武 不可能当上皇帝 而且也不适合去当皇帝 一个胆大妄为 一个诸侯国的国君 就敢谋杀大臣的人 要当了皇帝 那还了得啊 谁也管不了他了 这是不可能的 不适合他当 再一个不可能 不可能实际上这一点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窦太后让自己的儿子 当皇帝的原因 就是因为 她作为母亲 对自己的儿子亲 但是你没有个换位思考啊 那你爱你的儿子 如爱如子 必爱彼此啊 那个做父亲的汉景帝 他也爱他的儿子 你光想着立你的儿子 那么做父亲的汉景帝 想立他的儿子怎么办呢 因为你不可能当得上 这一点她始终想不开 这就是她的蠢 那么 窦太后这个 又贪 又霸 又蠢的 这个老女人 她在黄石子继位的问题上 她起了个什么作用呢 两个字 延缓 她起了个延缓的作用 因为 汉景帝 在立太子的问题上 一直是非常迟缓 她景帝前元年继位 到了景帝前四年才 匆匆忙忙立了太子 立太子是为了赌赌粮王 等这个太子被废以后 梁王第二次发力想当的时候 他废的太子 是冬天废的 到了下四月 才开始 重新封王夫人为皇后 封了王夫人为皇后以后 又停了十二天 封王夫人的儿子刘志为太子 这个中间相差的至少有四个月以上 为什么等了这四个月 其实汉景帝就是在等处理窦太后的问题 窦太后的问题不解决 她弟弟梁王的问题不解决 她没有办法封自己的儿子 要解决这问题要给时间 所以窦太后她起的作用 只是延缓了王夫人 侧封皇后 延缓了刘志 侧封太子 她只起了一个延缓的作用 但是她不能够从根本上阻止 刘志 登上太子之位 那么我们上面讲这个情况 我们归纳起来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五个女人在相互绝逐的过程中间 各自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最终导致皇十子刘彻即位 那么我们讲了那么多 五个女人在发挥作用 其实五个女人都抵不过一个男人 这个话不要理解错 我不是说我们这五个女人赶不上一个男人 我这是有特指的 五个女人指的就是 皇后 这个立吉 王志 长公主 窦太后 这五个女人 一个男人是谁了 汉景帝 如果我们把整个汉王朝比作一个大公司的话 那么汉景帝就是最后拍板的董事长 他有决定权 他有最终的裁决权 那么汉景帝对这个太子的继位 他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他怎么样保证 他立的太子能够平平安安的继位呢 请看下集 景帝清账 王立群先生根据实际外戚世家 为我们梳理了五个女人左右太子之位的角逐过程 黄十子刘彻最后一军突起 接替了刘荣成为新太子 然而在立太子这件关系到国之根本的大事上 汉景帝才是最终的决策者 那么他在刘彻成为继位太子的过程中 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敬请关注大清系列节目 王立群独世纪汉武地区 景帝清账